最近AI纹身涂抹型又出了个王炸产品FLEX 它被誉为Stable Diffusion的继承者 并与Me Journey直接对打 无论是人物的皮肤光泽 发饰 人物表情等细节方面 都做到了接近完美 但缺点就是它需要本地部署 这对电脑配置的要求就很高 而且操作界面复杂 新手进去直接就懵了 不过今天木子就为大家找到了一款 可以在线使用FLEX的平台 不需要自己做任何配置 直接打开网站就能用 对新手小白非常友好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这款超强的AI纹身涂工具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FLEX是由Black Forest Labs推出的一款AI纹身涂模型 它现在有专业版、开发版和快速版 从这张和Me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的对比图里 我们应该就能直观感受到FLEX模型 强大的图像生成能力了 但是呢 虽然看过FLEX的效果后感到非常心动 但是真的很难用 生动诠释了 如何从入门到放弃 因此呢 木子为大家找到了一款网站 不用自己配置 只要有网就可以使用FLEX模型 这个网站呢叫做 Shenker 里面集合了各种非常实用的Stable Diffusion模型 在线呢就可以用 我们先在右上角把语言切换成繁体中文 页面是不是瞬间瞬眼多了 那首先我们用网站里面的SD模型和FLEX模型 来对比一下这两者的效果 在左边找到这个SD3和FLEX的Tab 点击它就进入到了生成的界面 那这个界面就非常简洁易懂 对比我们之前那个复杂的本地部署界面 是不是瞬间就友好很多 左边这里呢就是Prompt框 如果你英语不好 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中文 然后点右上角这里的翻译 一键就把你的中文Prompt翻译成英文了 右边呢是一些基础配置选项 模型这里有SD3 FLEX Pro和FLEX Dev版本共选择 那之前我们提过FLEX Pro和Dev版本 就是它效果最好的两个版本 我们这里呢也正好对比一下 然后是选择图片的比例和生成的数量 最后是C的值 如果没有特定要求就可以不用改 那首先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真实效果的人物图 前两张我认为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一旦涉及到一个睡觉的姿势时 SD图片里面的姿势明显不符合人体工学了 而FLEX的图片呢 无论是姿势表情还是像手指细节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是动漫风格的人物效果 这两组图对关键词的理解呢都没有问题 不过FLEX的细节处理会更好一些 像SD生成的手指就有些小问题 还有FLEX的接牌上字非常清晰 而SD就几乎没有字 接下来我们考验一下英文文本生成的能力 这轮呢无论是FLEX还是SD 对单词的显示都正确 但是如果是比较长的一段话的话 Z-Body Fusion就出现混乱了 好几个单词评写完全错误 而FLEX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下来是多人场景的生成 这里SD的细节处理实在是有些问题 无论是屋顶电线还是轨道人物等都不太行 而FLEX的效果呢就好很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对比看看 像手指这样的细节处理的一个情况 SD的手指和人是都几乎完全变形了 而相比来讲呢 FLEX的效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是虚拟场景的想象 我认为要这局两个处理的都不错 算是平分秋色 所以整体对比下来 你觉得FLEX的效果怎么样 我反正是迫不及大地想要立即使用它了 那实际上除了用FLEX以外呢 这里有很多其他的SD模型 我们回到首页 点选左上的AI生成器 就可以开始创作咯 来到创作的页面 会看到独创的无边界画板 因为无边界 所以啊可以随意拓展 甚至直接拖拽图片上去 最下面是Prompt框 右边是我们的配置区 如果你是新手不知道从哪开始 就可以点选左边的灯泡 里面就有许多范例供你选择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风格 点击右下角这个四方格 就可以自动把这张图片的模型和参数 复制到配置区里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一些配置项 包括添加参考图片 选择生成数量等 这些配置啊很常见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写好Prompt后 点击Generate生成即可 一般啊 生成一张图是消耗三个点左右 等个大概30秒左右 图片就生成好了 那如果你对整体满意 想再生成的类似的 可以点选Very Settle 就会生成一张风格相似的图片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上方的工具箱 首先是InPaint 它可以让你在图片上做特定范围的修图 选择一张图片 点选InPaint 它就会自动分割图片里的细节 点选想要修改的部位 再到右边这里输入提示词 选择你想要的风格和AI创作的强度 然后生成 我们来看看修图前后的差别 如果满意呢 就把成品送到画板上 接下来是高清修复功能 点选上方的Upscale 右边就会出现配置项 可以选择要高清一倍到四倍 比如我选择四倍其他不便 结果出来就会比原先更清楚更精致 然后是背景移除 我这里想试试看Gallery中的图片 点选这个灯泡 选一张背景复杂一些的图片 点击下方这个按钮 把它添加到画板里 点击Remove background的按钮 哇一下子就抠好了 超快超方便 而且抠得很干净 下一个呢是物体移除 也是一个AI修图神器 比如我想把海滩上这几个人去掉 直接把图片拖上去 点显上方remover 把我们要去掉的人圈出来 点击remove 哒哒海滩上的人就没有啦 是不是超简单 后面两个彩剪和阔图都很好理解 我就不单独详细演示了 反正啊就是一个怎么让图片的范围变小 一个让图片的范围变大 怎么样是发现功能有够多够全的 平时如果你有深图或者处理图片的需求 我觉得深图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网站的地址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你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开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网站的付费模式 首先每天会免费给你200点进行创作 那按一张图三个点去计算的话 每天你都可以免费生成65张图 我觉得对偶尔去使用一下的小伙伴来说呢 是非常友好的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生成更多的图片 这里也有两个升级版本共选择 好了视频整体看下来 你对Flex还满意吗 和Stable Diffusion对比下来 你觉得Flex可以超越它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使用感受